这个星期三 KKO纽约限定夹克 采用黑标硬壳材料进行改制 并且细节 就是一些扣件啊 包括锁眼啊 套节的细节 我们升级过 包括彩片的一些缝合的这种 丝滑程度 我们也升级过 最后带给你们 S和M号其实数据差的不多 锈长差一公分 衣长差两公分 胸微差四公分 做的都是精准简单 锁眼啊 做的相当的精美 都是用我们工厂 进口的十万块钱的 源头锁眼机做的 整体一个水滴型的 一个插带的设计 做的都是相当漂亮 相当具有诚意的产品 反面会有一块 就是解构的设计 在背面会有一块 单独的一个材片 包括整体的立体材片 袖子大家会看到 袖子都是 非常讲究的 弧度的立体材片 所以做纸板的时候 还是稍微花了点心思的 大家会看到 解开来的时候 这个蛮有那种 解构的味道 是这种 一个穿插的 一个十字的这种 领口 把它打开来 你可以当成那种 小粒粒的一个穿法 把它拉开来 也是蛮帅的 黑色嘛 永远是那种 帅气保险的颜色 并且大家看这个 立领的设计 这种穿插 十字立领的设计 在边缘 也有细节的 细节就是这种 你可以用手 很轻松的去拉 然后把它打开 因为这个黑标硬颗材质 足够的坚硬 所以这种 哪怕金属扣件 你在长期的去开盒 也不用担心 正常去使用 嗨 大家好 我是谢老板 非常高兴 又到了每周 跟大家见面 去更新的时候了 这周更新一些 春款的东西 因为 大地回暖 很多全国的各个地方 现在温度都到了 十几度了 十几度的时候 大家会穿一个什么呢 肯定是这种 带有功能性的 并且具有 很强时装属性的 这种 轻便的夹克 外套型的产品吧 这周给大家去带来一个 KKO纽约的一个夹克 这个夹克里面 时装的属性 会比较强一点 大家会看 它具有 多结构 裁片型的一个设计 包括袖口啊 包括领部的 一个交叉 十字形的一个裁片 包括胸口的裁片 包括下摆 多按扣式的裁片 裁片会做的比较 相对来说 复杂一点 但是做的还是很合理的 我个人觉得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这个有点像 那个非常经典的 四代牛仔夹克 两面是插带 胸口有两个牛仔夹克 但是它偏工装啊 所以它是一个 带有时尚属性的工装夹克 这个也是K口比较擅长的 一个题材 这个夹克 其实在版型方面 我自己改动的地方不多 因为我觉得 它这个设计啊 足够的原汁原味 而且在工装上面 加入了很多时尚的元素 所以整体穿起来 效果很好 一共给大家做两个颜色 一个是这种 灰白色的这种 雪花蛇纹 细节做的相当漂亮 还有一个是一个 非常经典的黑色 这个夹克整体偏大 所以我上身的这件 雪花蛇纹的这个颜色 是一个S号的 然后一会儿 我用黑色 给大家去演示的时候 会给大家去穿一个M号 首先去讲一下 这个面料吧 这个面料 灰白蛇纹 是日本进口的 一个黑标硬壳的面料 持久的防风 持久的防水 因为中间具有EPTFE核心层嘛 所以它持久的防水 并且非常的透气 那里给大家去用了一个 我非常喜欢用的 铜鞍的内衬 这样的话 里面的内衬 又具有稀湿 素杆透气 非常好打理的一个内衬吧 做成衣里面 经常会大家用的 百分之百 铜鞍丝冰霸的一个面料 然后稍微给大家说一下细节吧 细节方面 大家会看到 这个所有的这个锁眼 做的相当的精美 都是用我们工厂 进口的十万块钱的 源头锁眼机做的 所以这些细节做的好 才能整体做的好 包括套节 整体一个水滴型的 一个插带的设计 做的都是相当漂亮 相当具有诚意的产品 这个帽子也是我们 这个星期会去给大家去上的 我们新的一个口号 叫做 Last Airs Technical Label 科技品牌 然后里面是一个 全压胶的 三层Pro的一个面料 做的相当精美 也是在我们 非常经典的五代帽的基础上 只升级了这个 logo的设计 因为我们是做的这种压胶印花 牢固度非常好 不像有的品牌 可能去做这种印花 因为本身面料 上面印花不太好做 如果不做压胶印花的话 会掉 但是这个面料上面 去做压胶印花 我们做的很有诚意的 洗一百次 也不会脱落 然后后面可以调节 无论多大 头围的朋友 都可以轻松的去 佩戴 然后给大家去看一下细节 细节方面 所有的扣件 这次用的都是 YKK的扣件 这个扣件 原色的 你用 非常好 非常丝滑 而且就是松顶度 也会让人就是 惊喜吧 非常耐用的扣件 拉链方面 因为很多朋友说 要双拉 特别是做这种 时尚的工装夹克 所以拉链 给大家用的是 YKK的5号的 双拉白金的拉链 然后反面 大家会看到 这个细节 做的还是 蛮细节的 反面会有一块 就是 结构的设计 在背面 会有一块 单独的一个材片 包括整体的立体材片 袖子 大家会看到 袖子都是 非常讲究的 弧度的立体材片 所以做纸板的时候 还是稍微花了一点心思 包括袖子上面的 一些细节吧 做的都是相当的诚意 且精美 它两边不是插带吗 两边插带 非常的经典 然后 上面的口袋 你可以去放一些 自己的小卡片 手机什么的 也都是可以轻松收纳进去的 然后除了这个 灰白的雪花舌温以外 还有一个黑色 我也穿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黑色穿上是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是一个S号 我自己留的是S号的 但是这个 如果喜欢宽松一点的朋友 建议还是 正常买吃 我穿一个黑色 给大家看起来 大家会看到 解开来的时候 这个 蛮有那种 解构的味道 是这种 一个穿插的 一个十字的这种 领口 把它打开来 你可以当成那种 小利领的一个穿法 把它拉开来 也是蛮帅的 黑色嘛 永远是那种 帅气保险的颜色 并且大家看 这个利领的设计 这种穿插 十字利领的设计 在边缘 也有细节的 细节就是这种 你可以用手 很轻松的去拉 然后把它打开 因为这个黑标一颗 材质足够的坚硬 所以这种哪怕金属扣件 你在长期的去开合 也不用担心 正常去使用 如果哪怕在后期 使用过程中 出现任何问题 我们售后随时无忧 给你去解决 你在生活中 出现的任何的问题吧 有人认为这种 十字形的穿插的这种 防风领的设计 相当的好看 并且实用 带有实装的属性 因为K口擅长做工装 所以这种 在工装的一个原有的基础上 做一些实装的细节的加持 整体的细节和题材 配合科技面料 会让你在这种都市通勤 和这种户外徒步的时候 会更有安全感 并且拍照 也更加具有个性 这个星期三 K口纽约限定夹克 采用黑标硬核 材料进行改制 并且细节 就是一些扣件 包括锁眼 套节的细节 我们升级过 包括裁片的一些缝合的这种 丝滑程度 我们也升级过 最后带给你们 S和M号 其实数据差的不多 锈长差一公分 衣长差两公分 胸微差四公分 做的都是精准简台 希望大家喜欢